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兄弟 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总之 义子当头 做什么都愿意 听上去很酷 很豪迈 但是那终究是电影 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见得就是一种好事了 产生的结果也未必就是好的 来说我们今天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发生的时间有点久远 它是发生在30年前 那是1991年5月2号的晚上 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安昌派出所接到报警 说当地一个歌舞厅的旁边 发生了伤人案件 有人被捅伤了 他们马上就赶到了现场 警察很快了解到受伤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叫范远明 据说呢伤势非常严重 当时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下了 地面上流下了血迹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伤人呢又是谁呀 警察赶到的时候嫌疑人已经跑了 但是据现场部记者说 范案子是个叫林晓东的年轻人 大家都叫他林九 附近的居民当年是21岁 林晓东为什么要这么多呀 他和范远明之间有什么恩怨吗 就在警方急急寻找他的下落的时候 医院那边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范远明呢因为伤到了肝脏 送过去抢救不到一小时 就不幸死亡了 案件性质瞬间升级 林晓东成了命案犯 警方更是要查清楚了 这两个人到底因为什么 发生这么大矛盾呢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却了解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据说这两人之间呢 根本就没什么仇怨 甚至在当晚之前呢 都不认识 他们会发生矛盾 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个人 是个叫唐小春的年轻人 据一些目击者说呢 事情是这样的 唐小春和林晓东是一对好朋友 那天晚上呢 两个人约一帮朋友 在个饭店里头吃饭 恰巧被害人范远明呢 也在跟朋友吃饭喝酒 就坐在他们临桌 还划拳 动静很大 这就吵到了旁边的唐小春了 据说唐小春当场就提出 让他们不要划了 这就让范远明很恼火 我划拳关你什么事 双方就这么吵起来了 差点打起来 不过周围的人都劝住 之后呢 唐小春一群人就去了旁边工会的舞厅 可是他们心里头呢 是越想越生气 在这儿要说明一下 这个被害人范远明呢 虽然他后来不幸遇害 但是此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有个绰号 江湖人称范土豆 他是离事发地安县三十多公里之外的 另一个镇上的人 那几年的范土豆 多次因为打架到欧欧以及爬窃 被关机关处理了 说白了 也是个社会上的小混混 这就可想而知了 在之前的口角当中 唐小春肯定是没落着什么好 这就让唐小春很不服气 觉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被范远明压了场子丢了面子 马上就跟自个儿的好兄弟说了 唐小春希望林小冬帮自个儿出气 那林小冬什么反应 我们也来了解了解这个人 林小冬的家就在事发地附近 他的父亲在边上的一条街上摆摊修表 家庭条件很一般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时代变革 掀起了一股经商热 林小冬也蠢蠢欲动 他不愿意像父亲一样 坐在钟表铺子里头谋生 而是要学别人做服装生意 要挣大钱 所以他很早就进入了社会 不过生意哪有那么好做的 何况又是在小县城里头 所以他基本上也就是和一些 无业青年混在一块 林小冬和范远明 也是半斤八两 都是年少轻狂的混混 在他们眼睛里的最讲究的一个事 就是所谓的哥们意气 有人欺负我兄弟 那就是欺负我 所以唐小春跟他说了之后 二话不说 他马上就决定要替兄弟出这口气 找范远明算账 这个时候的林小冬或许觉得自个儿就是个古惑仔电影里的大哥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俩字仗义 不过如果他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 或许他就知道这种所谓的意气得是多么的可笑与讽刺 那么他和范远明之间发生了什么 算账怎么就算出人命来了 一个叫小冰的目击者正好目睹了两人的冲突 小冰当时在笔录里说 我在工会外厕所边 看到林小冬和被害人范远明在说话 林小冬说 走吧 我们走到那边说几句 被害人说我不去 林小冬声票就高了 说你去不去 范远明说我不去 之后他就看见林小冬从背后 掏出了一把约四厘米宽 二十多厘米长的刀 一刀捅到了范远明的腹部 范远明躲了一下 没躲开之后 林小冬就大步走了 冰当时是我们现场看见了一个真人之一 当时看见了林小冬和使者一个争吵经过 看见林小冬拿着东西捅了别人一刀 就这样林小冬铸成了大错 事情来得到这似乎很简单 就是几个年轻人为了几句口角 逞一时之戏 结果就闹出人命了 而杀人之后林小冬和唐小春全跑了 警方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两个人缉拿归案 这案子就可以了结了 可是这并不容易 尤其是林小冬为了追他 警方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那么林小冬和唐小春究竟跑哪去了 警方首先就去了两人的家 可是两人的父母都表示他们没回家 也不知道这俩人跑哪去了 后来警方通过多方调查 查到他们去了附近的一个村民家 但是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他到监狱的生活者就逃往晚上去 林小冬和唐小春就这么逃之夭夭了 听到这儿有人可能还会说了 这俩人真的是一对好兄弟 林小冬为了唐小春不惜犯下杀人的罪行 之后两个人就一块亡命天涯 这也要是放小说里头吗 是何等的兄弟情深 不过谁都没想到 后边的情节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反转 是这样 俩人逃走了 一直没消息 直到案发两个多月之后 那天警方收到了一封信 当他们拆开一看 眼睛都瞪大了 您猜的是谁写的 不是别人 居然是唐小春 唐小春给警察写信 那是想自首吧 只能说情况让人惊讶 在信里头 唐小春告诉警察 他已经一个人悄悄的回来了 但是他写了一封信的目的是想告诉警察 事情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 在信里 唐小春说 当时并不是他叫林小冬去帮他除气的 是林小冬自个儿不知道在哪喝醉了酒找到他 说听说他跟别人打架了 唐小春还解释了 说根本就没的 但是林小冬不听之后就去找范远明了 对此唐小春说他也不知情 直到十几分钟之后 林小冬从外边跑过来 说他把人杀了 唐小春也吓到了 心想这事跟他脱不了关系 于是就跟林小冬一块跑了 而且在信的结尾还特意说明了三点 也请警察调查清楚 第一他真的没让林小冬去杀人和打架 第二林小冬拿刀他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 第三林小冬杀人的时候 他没在现场有证人可以作证 很意外 刚才我们还在感叹他们兄弟义气 现在呢 唐小春却说林小冬杀人跟他没关系 撇得那叫一颗干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警方马上就派人找到了唐小春 联队警察 唐小春表示 他信里边说的都是真的 这事跟他没关系 当初跑那是因为事发突然 太混乱了 据他说呢 案发之后他和林小冬呢 搭火车一路逃跑 过得那叫一个惨的 他们接连去了新疆的乌鲁木齐 宁夏 西宁等地 无处谋生 后来呢 在西宁他们遇到一爬手 就跟着爬手流窜在各个县城 靠爬窃生活 可是这种东躲西藏 以犯罪为生的生活 唐小春根本受不了 所以最后呢 他瞒着林小冬 自个儿悄悄的又返回到家里 并且主动给警方写了一封坦白信 表明太多 唐小春的这个说法 和之前目击者说的很不一样 那么事情怎么处理呢 这次案件 他到底要不要负法律责任 反正回来这我们做了 调查材料 就排除了唐小春这一块 直接动刀杀人的过程 警察做了调查 这次案件虽然因他而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唐小春的确没有参与伤人的这个过程 所以没有对唐小春进行逮捕 事情发展到这儿 还真是让人想不到 一切因唐小春而起 可最后他倒没什么事 林小冬成了命案逃犯 试想一下 逃亡的林小冬发现 唐小春抛弃他跑了 还写了一封坦白信 他心里会有什么滋味 估计后悔的得撞墙吧 可是更让人想不到的还在后 虽然唐小春没有受到什么法律处罚 但是也没落着什么好结果 三天之后 他居然因为吸毒死亡了 这真是反转又反转 如果逃亡的林小冬知道 当初自己为他出头 甚至不惜犯罪的好兄弟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又会是什么复杂心情 警方很想找到他 可是唐小春这一死案件 更是陷入了停滞 没有人知道林小冬在哪 那就完全没线索出现了 黄小华是当年这个案子的负责人之一 他一直都记着这个案子 没有放弃寻找线索 2011年 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 为期七个月的清网行动 加大了对往年逃犯的追捕力度 林小冬也在其中 这天黄小华来到公安局的资料室 这回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在一份旧档案当中 居然找到了林小冬的 一枚大拇指的指纹 他发案的前十多天 在有个地方叫桑枣参与打架 当时派出所询问他一份材料 材料其中留下了他的指纹 原来在1991年案发前的十多天 林小冬因为打架进过派出所 不过因为那份笔录当中 林小冬的名字误写成了林小冬 所以被忽略了 黄小华很激动 马上就把这枚指纹 录入了指纹库 可情况却让他很失望 他们比对了成百上千的指纹 连相似度很小的指纹都比对了 但就是没进展 那一年大多数犯人都落网了 可就是没有找到林小冬 新闻行动的最后一天 找回了最后一个逃犯 也不是林小冬 大家觉得挺遗憾的 当年还有人说他到缅甸去当雇佣军 还有这种说法 还有有的说逃一到国外去了 就是同人之间蒸发一样的 关于林小冬失踪的传闻 一直都没断过 大家觉得如果不是去了国外 怎么会这么多年一点东西都没有呢 甚至2015年 林小冬的父亲病重去世 他也没跟家里联系 但是黄小华总觉得林小冬 应该还在国内的某个角落里躲藏着 只不过呢 借着某种方式掩盖了自己的身份 而且呢 他非常有忍耐力 感觉的还能为朋友能力插刀 但他这个朋友交的太不好 而这个确实能够似乎来了 你看他逃犯 逃了这么多年 能够生存下来 没有这点忍耐力 那是可能是不可能的 时间又过了几年 2020年呢 是案发的第29个年头 黄小华也从一名新警察 变成了即将退休的老刑警 他不甘心 就又来到了当年的派出所 希望再翻一翻档案 找找线索 别说 这一番呢 还真就翻出个新线索 正是这个线索 给他们带来了最后的希望 是什么呢 原来黄小华找到了一份户籍资料 是1988年的 也就是案发三年前 林小冬和父母呢 办理了第一代身份证 在这一上头 有一张林小冬当年清晰的照片 过去到哪里 没找到的信息 这次居然找到了 其实之前呢 警方也有人在这张照片 但那是学生时代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 样貌改变太大 但是这张照片呢 是林小冬成年以后拍的 黄小华呢 就想了 能不能用这张照片 去做这个人像比对呢 结果还真有发现 陕西省西安市 碑林区的一个市民的那个长相 跟当年林小冬的这张照片 相似度很高 不同的部门去做了比对 外部的系统又再次做了比对 它的相数页也是非常高的 那个可以达到95% 95% 这么高的相似度 这人就是林小冬 当时呢 警方很激动 却又不敢相信 因为失败过太多次了 对上之后 也还是挺坦的呀 因为我们当时只知道 这个人长得很像 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啊 因为天下人长得太 像多了 多了去啊 警方很快查到 这个人登记的姓名叫李健 1968年生人 比林小冬的年纪大两岁 而身份信息显示 他的赌集是河南省温县人 从河南迁到了西安 然后迁到西安之后 这边有家庭 又有子女 而且他还有一代证的身份证照片 有二代证的身份证照片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 西安土生土长的一个 就是陕西人 从身份信息看嘛 这个李健各方面信息很完整 有父母亲人 有妻子孩子 完全不像是有问题的样子 可奇怪的是 除此之外的 像车牌号码 电话号码 这些正常人在生活当中 一般都会使用到的信息啊 却都没有 感觉在这地方静止的 不像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 究竟李健是不是林小冬 绵阳警方立即联系了 西安公安局碑林分局 同时呢 动身前往喜爱 据了解呢 这个李健一直生活在碑林区 跟另外两个人合伙 开了家搬家公司 警察们找到了他们公司的地点 西安警方通过跟他聊天啊 发现这个人确实有值得嫌疑的地方 然后就请他到 当地的公安机关 协助调查 我们带了车上 那时候我们都没说话 然后遇到了派出所 好 家乡话也说 然后把他小名一喊 之前说过 林小冬的这个小名叫林九 当时一听这小名 李健是什么反应呢 这次看他的表情 就已经已经认命了 看到这反应 警察知道 这次没找错人 他们立马采集了李健的指纹 跟之前林小冬的指纹 进行了比对 结果显示 此人正是林小冬本人 再三的询问之下 他承认了 李健就是林小冬 藏了29年的逃犯 终于浮出了水面 那么对于当年的事情 他会做何解释呢 还有一点 就是林小冬的身份 其实之前的警方也猜到 他可能漂白了身份 用了假名字 但是随后经过调查 警方却发现 李健并不是一个假身份 是有这么个人真实存在的 而且他的父母亲 各方面的信息 都是真实的 这就奇怪了 所以说真人信息 也有可能会冒用 那也只是可能是一时 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林小冬 怎么可能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头 都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呢 这其中隐藏着什么玄机 刚才我们说到 警方终于找到了逃亡的林小冬 29年过去了 当年21岁的年轻人 如今已经变成50岁的中年人了 当回忆起当年冲动的瞬间 林小冬只有满腹的懊悔 林小冬说 当年唐小春跟被害人范晓明吵架 自己本意是去劝架的 林小冬说 之后他又把范晓明拉到一边劝说 但是范晓明不肯罢休 甚至激动当中表示要动手打他 这时候呢 刚刚喝过酒的林小冬呢 一时也就急昏了头 说一块两个一块手 我当时有个一时 我记得当中 那他打我忙我也记得了 甚至就拿个刀子就拿出来 得知 真的不是有意识 案发之后 林小冬瞬间清醒了 他知道自个儿闯了大祸 立马和唐小春一块逃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中途好兄弟唐小春 居然趴向他回去了 再想想自个儿所做的一切 此时的林小冬满心就是俩字 后悔 后来呢 他就跟别人跑到西安 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 每天嘛就挣五个钱 饭都吃不饱 不过做苦励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认识了一位搬家公司的老板 那老板看林小冬干活卖力 肯吃苦就把他留在搬家公司了 那他之后怎么就成了李健呢 这李健是谁呀 李小冬怎么能够一直冒用他的身份生活呢 说起来还真是机缘巧合 李小冬说 其实那个李健呢 原本是那位老板妻子的弟弟 多年前呢 因为意外死亡了 但是户口一直都没销 几次央求老板之后 老板最终答应了李小冬 让他顶替了七弟的身份证 从此呢 他就以李健这个名字 在西安生活了 后来呢 搬家公司的老板去世了 他和两个伙计 就把这公司经营下来了 好一招偷梁换柱 一花结末 难怪这么多年 警方怎么都找不着他 要不是后来的这个人脸识别 根本就发现不了 而这么多年 李小冬一直在西安 从来没回过四川 也没和家人联系 甚至他都已经忘了 自己是哪儿的人了 从新闻的过程当中呢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 他连自己的家庭话 现在都不会说 现在说的是一口纯正的陕西话 口音会忘记 但是自个儿做过的事 根本就忘不了 李小冬说这些年 他很后悔 曾经无数次的想回去自首 怀着侥幸的心理 李小冬就这么一直躲着拖着 直到有一天 四川绵羊的警察出现在他眼前 他知道再也逃不过去了 目前的李小冬已经因为 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移送到检察机关 他得为自己当年的冲动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回头想想 这林小冬确实太不值了 就为了一时所谓的义气 自个儿的人生轨迹彻底被改变 虽然他侥幸躲了二多年 但是这些年来他过得也很痛苦 也失去了很多 其实朋友之间讲义气本身没什么问题 但是要看对什么人对什么事 最关键的是得有底线 如果因为所谓的义气去犯罪 甚至加害人的性能 那不叫义气 那叫义气用事 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追悔墨迹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来乐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各位观众再见 好 各位观众